而秀林香公所为了送上对长辈最诚挚的祝福 并且在回廊湾景观餐厅 办理了113年度表扬模范父亲祭月序庆祝活动 秀林香长王玫瑰代表会主席洛艳玲 丁立芳副主席也都到场为本年度的模范父亲 以及月序祝贺 秀林香长王玫瑰表示 爸爸在耳朕心中不断是颗大树 更是家庭巨人超人 爸爸是一座坚不可处的高山 是家庭经济的支柱 爸爸的辛苦从不说出 因此父亲是爱在默默当中看见价值 所以会以为要向父亲表达感恩之心 所以在这父亲节的日子里面 衷心的祝福 我们在座所有的父亲 父亲节快乐 也恭喜这次接受表扬的27位父亲 因为有你们 秀林香会更好 因为有你们的表现 非常多我们的族人 你们的邻居都会效仿你们 因为你们是每个村推荐出来的 推荐出来能够接受 模范父亲的殊荣是非常不容易 我相信都是经过各村办公处 村长的领选 所以才会推荐你们 所以我说你们真的非常棒 秀林下面的卫会主席 乐运你表示 父亲除了是一个家庭之外 则尔尼城当中以及任何发展中 更被援了重要的角色 为了感念体系父亲的辛劳 特别举办模范父亲乐器表演活动 从小到大 爸爸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讲就是 爸 我明天要缴学费了 妈妈说没钱了 还是说只要是要钱才会想到爸爸 所以我现在没有爸爸 我身上妈妈 所以我觉得爸爸妈妈 永远都是在我心里 那所以现场有很多的父亲 真的大家都辛苦了 那未来还是要继续 让大家继续的 为你们自己各自的家庭努力 在此我们所有的代表 祝福现场跟全天下的父亲 父亲节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主持人 就位相公说表示 希望透过这次活动 争想主人间亲友间的感情 并且让青年学子饮水思源 知人土豹的道理 将其捕虚的种子 生根在每个相亲的心中 记得终于求求要不老